差不多有20多年没有吃过四川的滑肉 可能很多小伙伴不知道滑肉是什么 可能只有四川农村出来的人才知道滑肉是什么 今天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滑肉 滑肉是用面粉来做的 舀入两碗面粉倒盆中 撒上适量的食盐 再给一点酵母 然后边加水边用筷子搅拌 做滑肉用到的是面糊 所以说需要调稀一点 究竟要调到什么程度呢 用筷子敲起面糊 面糊要能顺利的掉下去就可以了 因为在化效的过程当中 面糊会更加的干一点 最后用保鲜膜昏口 让它化效三小时 这就是经过三小时化效的面糊 下一步我们用菜籽油来进行炸制 滑肉的灵魂在于用菜籽油 用菜籽油炸出来的滑肉 灰尝的香脆可口 锅内水气烧干 倒入适量的菜籽油 你要让油面上的泡沫全部消失 才可以进行炸制 不然的话会有生菜油的味道 这种的方法就是用勺子摇起一勺 轻轻地放入锅中 慢慢的面糊就会变大 而且浮到油面 在炸制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用筷子给它来回翻面 这样才能瘦肉均匀 炸至金黄以后即可用漏手捞出利油 好一盘没有肉的滑肉制作完成 滑肉外皮吃起来酥脆可口 内部软滑劲道 石锅进铅 在这不缺吃的年代 吃上一口滑肉 满满的童年的记忆 时光任然 岁月如梭 牛腔还有多少美好的回忆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 关注